北京时间今天晚上,2018中超联赛第18轮继续进行,今晚的几场重头戏除了上海上港VS广州复立,山东鲁能VS和北华夏幸福外, 广州恒大客场挑战河南建业的比赛也同样值得球迷的关注,在上轮联赛由于大义不慎输给保级队长春亚太后,少赛一场的广州恒大与领头羊,北京国安的差距也被拉大到了6分,而在昨晚率先进行的一场联赛中,北京国安主场5比2大胜大连一方,将分差进一步拉大到9分,这也无疑给了恒大不小的压力。 目前恒大已经一场都输不起了,此前阅媒也表示倘若恒大再输一场,基本就要与冠军无缘了,所以现阶段主教练卡纳瓦罗势必要对球队进行一番调整了。 而本轮联赛恒大的对手将是另一支保级队河南建业,这也是恒大四连克之旅的最后一场比赛。 虽然目前建业深陷保级圈,但恒大也千万不能大意,因为建业主帅张外龙越道保级关键时刻就业疯狂,尤其是对阵广州恒大,他也有着自己的一套。 此前他还是重庆主帅时就曾让巅峰期的广州恒大吃过不少苦头,所以恒大要端正自己的心态,不然他们极有可能会在本轮联赛过后调出争冠集团。 不仅如此,在结束了与河南建业的这场连赛后,恒大的挑战才真正到来,因为接下来他们将要连续挑战六大中超竞旅。 对手分别是天津全建、山东路能、上海深花、北京国安、上海上岗、江苏苏宁。 目前这六支球队在中超全都排名前八,其中还有两支前三的球队,所以这对广州恒大来说每场都是天王山之战,因为稍有不慎就将调入深渊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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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